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临时取消了 就被批评说 你不能作秀 你就不去了吗 对此赵绍康还说 柯文哲去陈大演讲时 得知现场不能转播 他也发脾气 对此科办赶紧驳斥 还晒出了陈大的声明 打脸赵绍康 柯文哲更开心的说 哇这打脸的啪啪啪 打得好响啊 不只被柯文哲打脸 赵绍康也惹怒学生了 学生气得强调 过去赖清德 柯文哲场子都没有转播 又不是针对赵绍康 而且为了配合赵绍康 时间是一改再改 没想到最终取消白忙一场 让他们相当不解 而这意外也点燃了 赵绍康跟柯文哲之间的战火 另外看到最新的联合报民调显示 蓝绿追平了民众党第三 而民众党当然也释出 他们的内参民调 不过这结果颇不一样的 数据显示柯颖配为第二名 而且柯文哲总统看好度是87% 位居第一 难道这就是加了特别的科学配方吗 国民党的侯友宜也不能大意 现在遭时代力量指控 侯友宜选新北市长期间 疑似收了不当的政治现金 侯伴表示一切合乎法规 但是这金流还是被认为不合常理 这些我们今天都要一一来讨论 先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资深政治记者尚义芙 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谢佩芬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博弈 大家好 民众党发言人宝珍 大家好 史诗评论员吴静怡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大家好 稍后赖清德进总组委姚立明老师 也会来到我们的节目讨论现场 我们先来看到赵绍康 现在很积极地要抢年轻票 跟好多的大学招手说 来来来通通邀我去演讲吧 先前我们看到有两场 包括台中一周或是在政大 都创造了蛮大的声量 不过怎么这回一到南部 要到成大办演讲 就大翻车了呢 带您还原整起的时间线 首先赵绍康在本来是今天 要去成大来演讲 结果在昨天他突然说 学校不让我直播 也不让我开放媒体 所以就临时取消了 他说如果关起门来 几百个人沟通 可惜了 或许认知有点差别 我忍痛取消相当遗憾 对于这样子 就有台南议员就骂赵绍康 他说不让你作秀 你就不来了你 另外呢 这陈大学生赶紧发声明 他们强调说 其实不只赵绍康 我们多次邀请侯友宜 侯友宜都不来 而且强调 没有针对赵绍康 本团队多次表明 是比照先前的规格 柯文哲没有直播 赖清德没有直播 那当然赵绍康 也是没有直播的 没想到赵绍康不能接受 对于这样的说法 赵绍康还回急了 他说我告诉大家 其实之前柯文哲发现现场不能转播的时候 柯文哲也是发了脾气的 这柯文哲马上跳出来说 这个脸打得啪啪啪 好响啊 不要直播 我当时就说谢谢 我怎么会发脾气呢 这一听就知道是白 还不敢讲 差点就骂人了 来听一下 他们怎么说 假如说我违法的话 你不逼我我也会迟 那我没有违法 对不对 你柯文哲也要 也要依法行政啊 你不能变成像暴君一样啊 就像柯文哲当了台北市长 就把台北市画了300公里的红线 让现在问讲连停车 上下课的地方都没有 这就是暴政啊 邵少康要弄清楚 目前自己的身份 你现在是名嘴还是副总统候选人 所以不要到每个地方 都以为那个地方是邵少康战情史 就开始乱讲一通 陈大的学生既然有出来澄清 这个就很清楚嘛 当事人出来讲就好 我只是说劝他你知道 你现在是要当副总统候选人 不要再把自己当作名嘴 这个选举也不要用这种方式 比如说台湾对话 亲才公共的 就坏习惯了 哇可以看到这个战场 一路从陈大的演讲 已经烧到了中广董事长 辞不辞了 我刚刚有提到 赵少康的硬去扯说 柯文哲当时发现没有转播 他也很生气 被打脸之后 陈大的学生更是生气 陈大马上写了一封 赵少康先生的一封信 他说看到你在媒体前 不时的消息非常愤怒 还原时间线 12月4号多次邀请侯友仪被拒绝之后 当时我们就邀了赵少康 本来是12月19找你来 当时你说你想要12月25号圣诞节 我们也改到12月25了 结果没想到你现在又通知说有事情 所以又改回19号 当时本团队也同意了 但是只剩下三个工作天 就一天之内赶快协调所有所有东西 统统都已经准备妥当了 结果你告诉我你不来 剩下两天遭到取消 让他超级愤怒 想问一下义富哥 赵少康怎么在陈大这一局 怎么会搞得让学生超级生气 他是不是有点惹错人了 学生气炸了 我觉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然 你没必要去惹陈大的学生 因为陈大发声明的话 那就让赵少康本身就比较难堪一点了 因为学生发声明的时候 指的包括连腰侯友仪等等的时间表都出来 整个流程出来 所以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只有一个关键 就是说你不直播不开放媒体 你取消 当然你媒体人出身 你注重的是一个 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谈的宣传效果 那你发现没有宣传效果 你不去的时候 当然学生认为你是要来这边做宣传 然后又提到柯文哲的问题 当然赵少康 我觉得赵少康是一个聪明人 但是他经常去讲的话 对他来说并不是好事 后遗症 你包括你像这件事情也颇及到侯友仪 要邀请侯友仪 侯友仪不去 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 你讲求一个宣传效果 其实你去对一个学生上面 去做一些指控 没有意义 第二个就是说 当然赵少康 我觉得他是一个聪明人 为什么 就是说他会针对柯文哲 柯文哲你刚才谈到中广的问题 柯文哲问他什么时候要谈中广 他马上跟你说台北市 你画了300公里 他说是暴政 暴政 我们来讲一下画300公里的红线 这件事情对柯文哲 会不会有影响 我觉得他抓的点蛮强 尤其是计程车在反弹计点的时候 你计程车就曾经 做计程车就曾经说过一句话 中校东路一路上去 你告诉我我该停哪里 哪里不是红线 尤其是现在计点的问题 引发很大的 包括计程车司机 包括白白司机 都是大反弹 所以我觉得赵少康 虽然没有讲到气点什么 但是一个300公里的红线 这个是会让 所谓的白白司机 这些小客车里面 会觉得会有感 就觉得你为什么画这么多 这个对柯文哲来说 可能会是一个 让建设司机里面 会觉得对 都是你画的 所以我说赵少康的反击跟反应 突然提到这一点 我觉得是对柯来说 是一个某一个特定的票源的流失 当然我不晓得 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气点黄牛 没听过 大概因为气点要失事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气点黄牛 这个事情让建设司机里面 多多少少听到这个字 都会有一点不是很高兴 他是怎么样 我收集了 比如说我收集了五六个 没有开车却有驾照的人 到最后你被拍照干什么的时候 就跟你说是这一个人 他躲掉祭典可以营生 这是以前压驾照的概念 对 因为我还可以继续开车 不要进我身上就好 因为我要营生 我是开车赚钱的 我要营生 所以网路上面或者怎么样 就流传了一个所谓的 祭典黄牛的新兴事业 当然你说 这整个加总上去 我觉得会对柯文哲 会产生一些票源上面的流失 当然柯文哲 国民党一定要把他 某种程度上票源一定要压制 否则要胜选的空间 就会相对被压缩 但是说又不能打太多 不能打太多 又不能不打 不能不压制 然后呢 前面好辛苦 不能不压制 这个意思 然后呢 在打就不打之间 对 我们要教育他 走向正确的方式 教育 但是我们绝对不是用暴力的方式 来教育他 这个套一句以前的话叫做 打在有跟没有之间 对 在有无之间有种 对 我是为他好的心态 能跟他讨论一些相关的政策 绝对不是为了打击他 而做这个动作的 然后你就看到 这不一样的 你就看到侯友宜 没什么在批评柯文哲 对 那韩国瑜在帮侯柯大力辅选 立委辅选的时候 他对柯也不出恶言 所以你相对都不出恶言的时候 大家不打的结果是 你柯的票能不能压制 所以赵少康出来讲话 赵少康出来讲话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 刚才是保证说的 两面手法 就一个黑脸 一个白脸在玩吗 我觉得 当然你选举的策略里面 你选举就是要赢 但是你票员 你票员的有流动性的话 我要搞气宝 我当然一定要把你压制 当然柯文哲的 支持者的黏着度 他有一定的强度 但那个强度 我至少要把你压到 最低的限度 我能够从你那边 撈个2% 3%的票 可能我就有机会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柯文哲跟赵少康的战争 我觉得还会打下去 一个要压制 一个搞气宝 一个反气宝 不然的话 如果柯文哲被压着打的话 那他的票一定会跑掉 一定会跑掉 那跑掉的是那种 比较可能游离性质的 可以接受蓝 可以接受 那个票员的流动性 所以国民党在干什么 国民党是打也痛 不打也痛 但是怎么打 才会得力 又不痛 这个就要问柏毅了 柏毅可能比较厉害 参加请柏毅 来帮我们补充一下 我想先问一下仁俊哥 你觉得在成大 成大这一局 对于赵少康来说 到底是加分 还是其实已经无形当中 已经扣到分了 因为你就因为 没办法转播 我就不愿意去 人家说你就是不能作秀 你就不去啦 另外也是刚刚易富哥提到 现在赵少康 对柯文哲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我们回顾一下 大家说这是政治金童大战 人间耶稣 11月25号的时候 一开始 赵少康来说 我们就把柯文哲打到20%以下 我们就会赢了 后来他发现 这样好像不对 他马上要改口说 没有啦 这样很不礼貌 我决定不要骂柯了 不过在4号的时候 他又突然骂了 他又说柯文哲 就打去一段破坏者 到6号他又不骂了 他说我们要和平相处 到17号又骂他了 他说柯文哲真的很奇怪 那个就是你的 怎么冷嘲乐缝 做人厚道一点好不好 最新的还把这300公里的红线 拿出来骂 你不要像暴君一样有暴政 这个赵少康 所谓国民党 对于柯文哲的态度 是不是真的是 to be or not to be 我先讲就是 我觉得陈大那个 对赵少康是大伤 因为他之所以 会有这个协调或什么的过程 按照赵少康的说法是说 他觉得我都要跟学生沟通了 我不只是跟陈大学生沟通 我也希望跟更多的人沟通 所以这中间有希望什么记者可以进去 开放直播 不然文字记者进去 结果人家主办单位都跟你说 他们觉得不要 我讲就是说你尊重主办单位 通常主办单位一定会先 都跟你讲说这个过程 所以你可以协调 你可以怎么样 可是最后选择不去 理由是说 我本来认为我去跟你这些座谈 我可以跟全国更多人沟通 但因为你不开放 那算了我到别的地方去 那你是觉得连这批人沟通你都不要 这是一个直接的效果 所以你去扯说什么柯文哲 对陈大学生来讲 你觉得他在那个当下 在乎的是柯文哲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吗 当然不是 当然更在乎的是你赵少康 你怎么会连到最后 连我这批你连看都不看一眼 你只说觉得说 那我去选别的学校 只因为我没有同意你的要求 那你不是要来跟我沟通的吗 怎么我跟你沟通到最后 你不只不跟我 你不只不接受我的 你还直接拒绝把门关起来 那怎么会是有效果 那我老实讲 比侯友宜去学校回答的不好 还要糟 很多人会觉得那就是傲慢 你只为了宣传 那你就是只为了要充声量 做那些 那你是不是把学生 当成你在充声量的工具 我讲白就是这样 国民党在整件事情上 处理也很烂 你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呢 到学生出来跟你讲说 我今天是刚刚义夫哥都讲 连侯友宜都中枪 对 原来还有侯友宜也不要 你们都改来改去 人家已经很极度配合你们了 人家就讲说 你时间只剩三天 因为你愿意来 我们都想尽办法 还跟你找场地或干嘛 结果你要这个要那个 你就摆明你们根本不想 这种东西连接很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刚提到就是说 国民党我老实讲 为什么在有跟没有之间 因为很简单 柯文哲会一直戳 柯文哲会一直骂 你不回他你也会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吗 你会觉得好像心里痒痒的 好像不骂他 不回他两句对不起自己 可是回了他之后 又觉得很麻烦 我觉得这里面 当然对国民党来讲 会有一个很尴尬的点 就是为什么你今天 要打柯文哲跟不打柯文哲 我举个比如说 比如说这两天 大家在看民调 对不对 那会觉得说好像 如果柯文哲被打趴了之后 他的票到底往哪里去游离 所以国民党现在整体的上面 我给各位看另外一个 因为今天还有一个正传媒 做了一个民调 那他的民调就呈现出来 如果今天柯文哲被一直骂 被一直打 藍绿都一样 去打柯文哲跟骂柯文哲 打到最后柯文哲的票 他如果背弃 他往哪边跑 你看到在这个地方 柯文哲如果 如果他的支持者认为说 柯文哲的当选机会不大 你有没有发现 他在藍绿里面平均分掉 那代表什么 我如果现在绿营去打柯文哲 打得共凶 人家他的人票就往国民党那边跑 国民党如果去打柯文哲 打得够凶 留到民进党 就往民进党跑 所以你会记得 之前姚老师不是有讲过一句 我没有留着柯文哲 为什么 他是前置国民党 国民党在这里面 他也会遇到这个状况 我今天把他打到怎么样 你真的以为国民党就因此得利吗 其实没有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我真的觉得国民党不要缩嘴 那个什么 蓝白合作 什么台中那个地区 因为你如果今天用这个逻辑性来看 你就会发现到说 国民党其实在那个地方 透过蓝白合作得力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他拒绝柯文哲跟我们出现 反而是国民党人大量用他的人 我动员我干嘛 他只是把那个场地 当成是自己聚会的场所 你知道吗 那些挺寒的干嘛 大家去那边聚会 然后你觉得他看的是蔡壁炉 还是看的是韩国瑜 你觉得他看的是蔡壁炉 还是看的是卢秀燕 他当然是看国民党动员的人嘛 所以他就会把那个地方 好听一点叫做示范区 可是对于柯文哲 每天在那里打打打打打打 你怎么办 赵绍康说把柯文哲要打到20%以下 如果按照这个方式的话 赵绍康你就把柯文哲往死里打 你也不敢 因为很简单 你就知道你把他打下去之后 挂的不见得是柯文哲 搞不好挂掉的是国民党自己 柯文哲是一定挂了 另外一个陪葬是谁 你才敢讲说栏板 还是要保持一个扣 Р 你想过宝宝的感受吗 不是我是说 你一直把他打到死 但是是谁陪葬 谁陪葬 谁陪葬 他是一定死 我想问一下Grace 现在柯文哲到底想什么呢 柯文哲最近对赵绍康的 这个火力也蛮大的 一直讲说你那个中廣 你到底持不食 一直講 今天還直接嗆他說 你弄清楚你到底是名嘴還是候選人 你以為現在還是邵康戰情室 很嗆 我覺得這個民眾黨 現在陷入一個有趣的狀態 我只想問黃國昌 你的低潮芯片到底上了沒 他的低潮喊很久了 喊到現在你會發現 打新潮流打到現在好像沒東西了 然後民眾黨現在好像 只剩下趙邵康可以打 所以我認為有可能就是 民眾黨真的沒有什麼東西好 去攻擊藍綠了 所以剛好就抓了一個趙邵康 偏偏你也知道我們的戰狼姐姐 很久沒出現了 今天橫空一出馬上臉書就發了 直接嗆我們所謂的老趙 你這個18歲的公民權的立場反覆 所以我是認為現在 這個柯文哲的戰術 因為他要能夠去討好 所謂泛綠或年輕人的方式 就是把國民黨打老打臭 對不對 那他第一個抓起來的 就是趙邵康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他之前都選錯對象了 他之前怎麼打 打侯友宜 侯友宜還是一樣好好做事情 要不然就是不理他 但是你看打趙邵康就非常有反應 那另外我是覺得這一次的選戰 大家如果沒有柯文哲 我認為這個台灣選戰這一次會滿無聊的 那因為有柯文哲呢 我真的覺得建議他每一天咬藍 咬綠都不是問題 因為這樣選舉才好看 我要跟大家複習一下 就是這個柯文哲的這個 語錄十大DIS金句 我覺得他的金句非常有趣 他的金句呢 現在是這個網路溫度計 統計出來的 他也有做這個排行榜 那你會發現他的金句 通常有一個特點 都可以呢 在這個 一段時間馬上可以印證 打臉回自己 我覺得這就是柯文哲厲害的 這個回旋標 好不好 我們來複習一下 譬如說第一個 大家要知道柯文哲 每一個人都說 現在人家都打我們 柯文哲常常在怪媒體 像柯文哲最近特別喜歡怪媒體 那其實大家知道 他的民調是 從什麼時候開始跌的 好不好 幫大家複習一下 他的民調是從 太監說開始跌的 北流辦演唱會招聚 柯文哲就嗆 說 這個太監說 有沒有 你們這些太監 搞得整個台北市政府 忽然間生氣了 搞得所有 因為什麼 因為剛好黃董市長是女性 所以他把這個太監 這個名字 掛在他頭上 感覺就是兩個 不尊重女性 第二個 不尊重 他不是針對他 不是針對他 好 那針對是很多公務員 那是大家誤解的 他並不是直接針對某一位人 我給你時間解釋一下 那這個太監是針對 他沒有去指涉任何的人 他的意思是說 那你是不是可能在 都是太監 不是 都是太監 好 那我知道 好 那我們再直接進來 下一個 柯文哲還嗆什麼 柯文哲嗆侯友宜說 下通碟簡直就像是在逼婚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 這個侯友宜也一直說 火車要開囉 火車要開 但是我問你 那個時候到底是誰 真的簽了這個合約書呢 是不是就是柯文哲本人 四個人都簽啦 四個人都簽 對 包含柯文哲本人 對 因為 你要知道 男生一直想跟你結婚 你一直說不要 我不要跟你結 你不要再逼我 結果你跟人家簽了 沒有 那不是結婚 大家都誤會了 那不是結婚 那不是結婚 好 接下來第三個 嗆侯友宜 公開 那叫訂婚啦 然後毀婚啦 對對對 公開唸簡訊 名嘴側翼做的事 他就嗆侯友宜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嗆名嘴這件事情 他莫名其妙把侯友宜 你看 結果他嗆完這件事 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侯友宜就直接找了名嘴 當副總統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柯文哲的一個功勞 另外他也是嗆這個 賴清德說 選總統不是應徵外傭 對不對 但是你會發現柯文哲 又有一個絕招了 他又認為說賴清德去美國是 什麼 是討好美國人嘛 想要去白宮討好美國人 但你看柯文哲 一看民調跌了 馬上 就說我們是走差異文路線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的戰術 你就發現非常特別 包含他也嗆侯友宜說 給你選也不會選上 對不對 結果藍白一分裂 誰的民調調最多 大家一看就知道 當然其他的我都不念 當然 我就覺得柯文哲是非常有趣 有趣的在哪裡呢 就是說 如果這場選舉 少了柯文哲會很無聊 那我們反過來講 這個選舉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幾組總統候選人 誰最像名嘴 對不對 最像名嘴的那個人 就直接指著名嘴說 把自己當名嘴 以為每個地方都是趙少康戰情勢 但是我跟你講 柯文哲是比較厲害的 他把所有的記者會 包含他的直播等等 都當作他的名嘴節目一樣在開 叫做KPTV 對不對 我說真的 你柯文哲你有種來戰 就不要楊寶珍坐在這邊 每次幫你擋槍還解釋 對不對 然後沒有任何一個總統候選人 會坐在這種政論節目上 不能這樣講 因為柯文哲很開放 我問你 那為什麼柯文哲要跟那些 所謂的愛麗莎莎同台 愛麗莎莎也是網紅 就是跟網紅就合作 所以柯文哲是網紅 他就可以跟網紅頭台 好 那我們在這邊 誠摯的邀請 柯文哲也可以來上我們的節目 非常誠摯的邀請 我們先進廣告 稍後繼續討論 好 國民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趙紹康 原本今天要去成大 但是最後突然臨時取消了 不過在昨天呢 他還是有去台大座談 不過其中他提到了一個政策 就是說生第二胎的婦女呢 不是留職停薪 可以留職留薪 我們來聽一下 一個公司如果看到他同事生產 你看這是公司的喜事啊 大家的喜事啊 不要說他反而去生產這樣 我們要分擔他的工作 不要這樣想 我想來就是這樣來國家的希望 我想問一下柏毅 這個你看哦 昨天這個成大的 大家說開始哇好扣分哦 你竟然最後突然不去了 還有台大的我想要問你 這個是台大的場地啦 結果大家說 我們原本預料說 在座的應該都是很年輕的手頭豬 就看起來好像就是年氣稍長 比較不是大家預料中的大學生 在台大的這場 而且很妙是桌上還放國旗 就是好像怎麼突然變成造市場 那是怎麼一回事 我已經講成大啦 我覺得成大可惜 大家我覺得真的可惜 因為畢竟我們進入校園 到校園演講 我們的目的就是能夠第一線 直接的接觸到年輕人 當然最後因為可能有辦法直播 有辦法有媒體進場 而造成最後的破局 我覺得可惜真的可惜 畢竟你說既然去了 我覺得讓學生有好的感受 讓主辦方有希望他們表達的東西 我覺得應該才是我們辦 這活動最重要的方向 你會不會覺得應該 就還是得去會比較好 我個人覺得如果 除非有特別重要的事情 要不然我覺得該怎麼辦 就答應了就去嘛 對答應就去了 我相信現場如果有好東西 說實話我們在很多網路上 都會看到逐字稿啦 以及影稿 其實都看得到的啦 所以這個放棄的 我覺得真的是還是這樣可惜 那對台大而言 我就不曉得他們怎麼約的啦 因為台大來的都是比較資深的 一些長輩 我不曉得為什麼 但是他們都是公開報名的 所以到底誰來了 可能EMBA 可能是他可能想看看 趙綽康先生在本人現場 帥不帥吧 所以我不清楚 但我回過頭來 一定要講到藍白的問題 剛剛在講就是說 國民黨跟民眾黨 到底是狀況是如何 到底是要當黑臉還是當白臉 我覺得很簡單 先看柯文哲的態度 而我認為柯文哲 從藍白破局到現在 他實際上 我一開始一直以為 柯文哲只是單純嘴巴壞而已 到處罵別人 結果後來發現不是 柯文哲實際上他是在測試 每一個人的狀況是怎麼樣 還記得藍白破局完第一件事情 柯文哲先是怎麼罵嗎 先是批評國民黨的黨中央 先批評黨中央 然後挑戰侯友宜 兩億美金 說什麼 只要柯文哲拿出一百億來 讓他選正的 然後接下來批評誰 批評朱綠倫主席 就是說那1.8億的黨產 到底是基金會 到底怎麼跑了 懷疑他有問題 發現這些人都沒有什麼反應之後 就開始去挑戰賴清德 就罵人家動物的孫子 就罵人家動物的孫子完之後 賴清德也沒有反應 他現在測試到 趙順康先生身上來了 就開始用他一些話 包括尊廣來刺他 看會不會有反應 那感覺趙順康有一點回應 有一點回應 沒錯 感覺起來趙先生 感覺有點回應了 所以我只能說 回應倒是好是壞 老實講我不敢說 但很明顯的 柯文哲市長他一直在做 他的選戰佈局 而這些佈局最後的結果 我只能說 當然民眾還有他們想法 可是對於藍白的支持者而言 那絕對都是個負面的做法 因為他這種測試法 只會讓藍的人離他越來越遠 而接下來結果就是 柯文哲注定是被棄保 但是問題是棄柯文哲之後 保的是賴清德 還是保的是侯友宜 變成藍綠兩黨都在努力的方向 所以才說現在 我們對於柯文哲市長 對民眾黨而言 我們的看法就是 我們在跟妳好好的溝通 我們希望妳能夠向善 我希望妳們能夠做一些對公兵 國家民眾有好的作為 但問題是 如果妳們持續的 還是覺得你們想的是對的 然後你們要繼續持續的排他的話 你們的路會越走越窄 這對於民眾黨未來的發展 我認為都是不順利 而且不是好的方向 好 那我想問一下佩芬 你怎麼看說這個 趙少康說不去就不去了 學生為了他喬了好多 結果你就不去 難怪學生現在反彈那麼大嘛 另外可以看到 趙少康提出的這個叫做 生第二胎可以留職留心 我想問資方OK嗎 你有跟資方討論過嗎 另外他也提到說 這個中國來臺 終生來臺組的戰爭 他強調說幾年前就有開放觀光 在馬路上面就帶貨車載著西瓜 然後我們就有陸客提議說 買一幾顆來吃 結果沒想到貨車司機 直接送了五六顆西瓜 他覺得西瓜比什麼愛國者飛彈 還有用啦 你怎麼看 我覺得趙少康先生 他口才這麼好 不去陳大跟學生面對面 真的是可惜 那你說這個人不夠多 所以你不去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真的當上總統副總統 如果這件事情是太少人的 你就不處理了嗎 原住民族在我們台灣的 佔比很少 所以他們的事情不重要嗎 或者是LGBTQ這樣的議題 因為比較少人 所以不處理嗎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理由 真的是蠻爛的 你不如說 我當天突然間肚子痛 或許大家還比較容易接受 你說因為這個不開放直播 沒有媒體效果 所以我去也等於白去 而且他甚至說 人家陳大的學生說 人家之前柯文哲 賴信德都是這樣 然後他說沒有 他們是總統規格 我是副總統 他言下之意 意思我的副總統 我是副總統候選人 我要比他們更高 我的要求要比總統候選人更高 不是不行啦 可是一般人聽起來 就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人家LINE可以 柯也可以 然後你不可以 是你不敢跟學生面對面 還是說這個場一定要做得很大 一定要萬人空向你才肯去 因為我覺得趙少康先生 他可能常常 他過去其實大部分時間 是待在媒體 所以他很習慣 用一些比較爽動性的話 或者是很 就是能夠吸引收視率的 可是當你在回到政壇的時候 當你是一個候選人的時候 你要照顧的是全體的國民 你不只是要照顧你少康上情室的 那一些支持者 那一些收看收聽的聽眾 所以說這個時候 當你講出來的 會讓人家覺得說你很偏頗 或甚至說一講到中廣的 董事長他是不是要辭 他就變臉嘛 不管是之前學生問他 他說你越逼我越不辭 他把他跟學生的對談 變成了跟學生的對抗 然後再講到中廣的事情 我發現他每次講中廣的事情 都特別激動 其實他的身價已經數億了 而且他不管是在政界 還是在媒體界 都已經有累積這麼多了 這個時候到底辭不辭 中廣真的已經沒有差 那為什麼不直接辭呢 你直接辭破釜沉舟一點 大家還會覺得說 你看你看他中廣的董事長都辭了 代表說對侯友宜 侯康佩這個充滿了信心 覺得說一定會當選 你知道因為我常常去他TVBS的節目 所以有些時候也不太想要 不好意思批評他 因為上了很多次 可是他們大家現在都在說 不希望趙少康回去 意思是說他們希望趙少康可以去當副總統 你看你的TVBS很多的好朋友 都已經很認為說你應該很期待 不希望你回去 那為什麼你要留著這個中廣的位置呢 你留著中廣的董事長的位置不說 之前跟那個林湘 還因為這個中廣的活動 太靠近 沒錯 很多年輕人覺得 你們你在對我的女神做什麼 這個反而我就是東師笑品 然後更慘的是 他最近又被歷史歌 李易修也說 原來趙少康他的競選辦公室的聯絡處 就在11樓 中廣在10樓 中廣11樓也是他的 趙少康就出來說 沒有我沒有佔中廣的便宜 我51天這80坪的房子 我租了20萬 那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也是中山區 中廣就在中山區 我是中山區的立委候選人 趙少康他就說 如果你不讓他租中廣的房子的話 他會流落街頭 我就覺得這樣子看起來 中廣也是滿好的 他們可以開放他們的辦公空間 給大家租 於是我今天早上就去說 我也希望能夠租 因為他51天租了20萬 我現在也差不多剩25天 就是只剩一半的時間 但是因為時間很趕 我想說那也是用20萬來租好不好 所以我還特別準備了一張支票 就是20萬的支票 希望說中廣趙少康先生 趙少康董事長 還有中廣的董事會 可以發發慈悲 不要讓我流落街頭 抱歉 我不接受短租 對不起 如果你要租一年 我們的朋友 拜託 董事長 你租一年 我不要想辦法 你租一年 我不要想辦法 每個月20萬 我們幫你可以中廣溝通一下 短租就排誰來 不好意思 長租我們想個辦法好不好 真的 我們試試看 我們試溝通試試看 租給董事長 所以短租只有董事長可以 對 你長租就有機會 我們幫你溝通一下 我還想到 我在想說 如果說是因為給董事長 因為董事長是自己人 所以說可以51天租20萬 那其實80坪 我想說 畢竟我不是自己人 但是人不清土清 都在同一個選區 所以我加碼一下好不好 30萬好不好 我用30萬租25天可不可以 長租 長租可以嗎 每個月30萬嗎 你要幫我答應一下 沒有 我幫你問問看 你幫我問問看 最近你好了收入 對 我幫我問問看 對 對 因為我覺得說不只這樣子 因為如果只有我跟趙大哥 這裡看起來也是有點孤單 因為他畢竟正美雙親的前輩 我是呼籲各黨 各政黨的候選人 政治人物 大家都可以去租 因為中廣那也真的是好地方 它交通方便 然後空間也很寬敞 而且它風水又很好 你看中廣一直以來 都這麼受歡迎 所以說我是覺得說 大家都可以去租 如果不夠 像我這個沒有身價數十億 所以說我可能需要一些 巧巧的募款 但是大家一起去租 大家彼此溝通也很近 就再也不會有地理上的距離 也不會說有誤會說 你講什麼 我講什麼 彼此有誤會嗎 台灣的這個政治也一片和諧 減少暴敗之氣 我真的是滿希望說 真的 我是已經準備好了 想要去租下中廣 拜託 就是短住OK 反正你二十五天 你不租給我 對啊對不對 我看你狀況好都結束了 我們兩個賺你這份心錢 中廣裡面的狀況非常好 我很喜歡 我問妳好 我們就要說 妳有更好的湯匪天使用 我去上節目 我真的很喜歡 所以就希望說 能夠租下中廣 跟趙少康先生一樣 他80坪然後旁邊租個小小的 也付二十萬三十萬這樣 OK好 我們現在說呢 現在選戰倒數二十五天了 柯文哲現在民調還是第三 但是呢 包括上個週末呢 在桃園台南有兩場大造勢 感覺這個氣氛真的不錯喔 好想問一下寶寶的是 現在就連這個選前之夜 你們在凱道這邊 也有很大的一個規劃 我們先來看一下 聽說有神秘嘉賓去探訪 有一個人 叫做醜陋倒 整天瞎XX亂講 他說柯文哲在造神 現在我們是宗教台 我們都是宗教 他把他當耶穌 所以我們這一些是什麼 白連教 人家開直播 誰沒開直播 XX電視台誰沒在告 誰有辦法叫得動館長 我們都是無償支持 我還花錢支持的 為了台灣 為了這些網路上 這些年輕世代 這些所有的好朋友們 寶寶聽說那天館長 還特別帶著他的便當 去探班這個柯P啦 然後還說 這個要號召館粉 1月12號要上凱道 不過韋翰哥說 造勢人多 不代表民調就會高 記不記得之前 韓國瑜在凱道造勢 人真的很多 哇就開出來 還是輸了很多 那你怎麼看 我覺得當然 以造勢來說的話 當然是人越多越好 因為大家會想要去看到 那個市到底有沒有起來 所以其實在 周末的時候 我們包含在台南 跟桃園的場次 其實的支持者出來 都是有超過上萬人的 那是 就是整個塞爆一個現場 而且甚至是 我們在那個封街的 那條路上是看不到盡頭 就是人在哪有一點 看不到盡頭 所以我們覺得說 其實可能在 很多的選民 他們可能 比方說中間選民 他們對於民進黨的一個執政 可能真的覺得受不了 比方說像台南那邊 就特別的明顯 為什麼他們願意站出來 是不是對於民進黨的一個執政 他們真的希望有機會 可以看到不同的一個 新的一個 勢力的一個樣貌 出現在那邊 然後讓他們有一些不同的 這個體驗 我覺得這應該是很多選民 他們的一個心聲 所以 那當然我覺得現在 很多的一些民調 當然他們可能會 這個 把柯比利斯做到第三名 但我們自己的內參的話 目前其實還在第二 然後包含在 政黨的支持度的話 我們發現到 現在已經是來到了 就是 幾乎已經可以到三分天下了 我們現在持續在努力當中 這個也是我們這一次 在民眾黨的一個訴求 就是希望可以 國會三黨不過半 因為我們認為說 這樣子的一個 國會的制衡力量 它會比較明顯一點 那也避免會有這種 一黨獨大的現象 然後或是 你可能在某一黨的國會 它如果席次過半的話 那會不會變成這種 全面執政 然後就會變成很多的法案 它是沒有辦法 去做一個推行的 我們希望不要 再看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一直不斷不斷地 在推廣說 希望可以國會三黨不過半 那我們再回來講到 因為剛剛前面談了很多 有關於在趙孝康先生 他這邊的一些狀況 我必須講 我現在有時候看 我會有點 有點補煞 然後想到底是誰在選中堂 你知道嗎 對 有時候覺得 好像比較少聽到 喉友宜市長的聲音 那現在看起來說 是不是有點像是 讓趙孝康先生 他在做這個 拼前鋒的這件事情 比方說喉可能就是半白臉 然後這個照呢 可能有時候就半一下黑臉 大家打完之後 他就說不要話 不要這樣子講 但他已經講完了 話不要這樣講 但我就覺得說 他到底是 對於柯P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一個立場 還有態度 這其實我們自己有時候看 也覺得非常的 有點滿頭霧水這樣子 但我必須講 我覺得這一次在 陳大的這件事情上面 最後沒有去參加 其實我覺得這個傷的 其實是滿嚴重的 就是變成說 你看他們其實 陳大這邊是有很直接的 把他們的對話 是直接曝光出來的 那就很明確 他們就直接問說 那請問這個 趙先生這邊直播的事情 我們可不可以再討論一下 後來他們團隊就說 我們不開放 那再請你們多見諒 結果這個 趙邵康先生他們這邊就說 那好吧 那不然我們這一次就不參與囉 結果 對 就學生他們就覺得很遺憾 很遺憾 為什麼 因為不直播 然後不開放媒體進場 所以你就不來了 而且是在前兩天 才突然決定說 那我就不要去了 其實這會讓很多學生會覺得說 所以你把我當作一個政治宣傳的工具嗎 是不是代表如果沒有開直播 然後有產生足夠的媒體效果的話 你覺得這個CP值不太高 那我乾脆就不要去 我現在時間非常的有限 我非常的有價值 我要去更大的場次 這樣會讓學生會覺得說 有一點點可惜 然後甚至會覺得 我是不是好像差點就要被利用的感覺 再來有一個 本來不是講到說這個 遷怒這件事情嗎 那後來呢 其實後來在這個 陳大這邊團隊就講說 這件事情完全是子虛誤言沒有什麼遷怒 柯文哲遷怒不遷怒這件事 那很有趣的地方是 後來趙先生他就講說 沒有啊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說過遷怒這兩個字啊 我們想說那發脾氣跟遷怒的差別是 應該都是有點情緒 但是這看起來好像差不多 但他就有點糾結在用詞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有時候在表達 不確定他的消息是從哪裡來 但是如果說主辦單位這邊已經很明確的 就是說沒有這件事情的話 那大家就會反過去看 那你現在是故意在做政治攻擊嗎 我們都不希望看到這件事情 但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非常的可惜 然後再來是 後來趙先生又開始轉到就是 你知道講柯文哲在過去 可能北市府的一些交通政策等等的 我覺得這有時候會讓更多的年輕人跟學生 會更傻眼 會覺得說我們現在在談這件事情 就是你要不要來陳大演講這件事 為什麼講一講突然又跑到 這個交通政策這件事 會感覺那你是不是真的 就是在選舉過程當中 不斷的想要去用一些政治語言 然後去避重就輕 甚至可能想要去帶風向 去影響到這些年輕人的 一個選舉的意願等等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會看得很清楚 好那稍後我們要來看到是 很多人想要問柯文哲是可以這樣嗎 先前他被大家發說說 他這個財產申報裡面 有一塊在新竹市隆恩段的一個農木用地 上面應該是要有所謂的農業用途 結果現在被發現上面竟然長出了遊覽車 長出了柏油路 那這樣是可以的嗎 稍後繼續討論 好這次可以看到柯文哲最近非常喜歡提到的就是賴清德的萬里老家的這個違建 他說這個賴清德好愛哭啊一直一直哭 要不要乾脆你到你的違建前面開直播來哭呢 結果現在被抓到了 自己在新竹有一塊農業用地 竟然變成停車場 他怎麼說的一起來聽 隊長 好幾年前你知道他們新竹有一群醫生喔 大家就合谷去買一塊地 當時我爸爸說他又不是醫生啊 後來就找我五個醫生合謀買一塊地 我在我年青的時候最大的期望就是我回新竹 去當醫生 只是一直沒有實現 然後我就買一塊地 他以後回去會去住在新竹 不過那台地一直沒有分割 現在查起來好像是 一個地主代表當簽約人 去跟人家簽約 我不會賴皮 我絕對不會當賴皮 該怎麼就怎麼處理 這個如果該補繳稅的該幹什麼 這個都有新竹市政府 到時候會調查清楚 來農區賣弄清楚的 這個地方跟大家保證 本人不會賴皮 我想問一下易富哥 剛剛柯文哲的回應 跟賴清德的回應 不都差不多嗎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而且人家不是在問你 你這塊地是怎麼買的 他剛剛解釋的老闆 你這塊地怎麼買怎麼買 大家要問你的是 你這是農業用地 怎麼會變停車場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還長出了一堆遊覽車 是代表說是出租囉 沒有 那很簡單的一個問題 剛才他是說五個醫生 一個代表人 那我們的常理 如果是五個共同地主 有一個代表人說要把地租出去 要不要問四個 四個共同持有人 現在問題是 柯文哲 你有沒有同意讓農業用地 變成停車場 就是說讓這個違法的事情發生 這就不是說我依法辦理 什麼辦理 什麼辦理 那大家都不用批評違建 違建被抓到 我就說我依法辦理就好了 那大家事情都很好處理 問題是 一個代表人出租的時候 有沒有問過你意見 常理 如果有的話 那就很簡單一句話 你同意違法 對不對 對 這有什麼好討論的 所以不要講後半段 前半段稍微講一下 難道說你的代表人 有這麼大的權利嗎 有這麼大的權利 就四個我都不問 我就把一塊特地農業用地 去做違法的事情 我覺得這比較沒有什麼道理 這不是賴不賴皮的問題 是 你有沒有同意做違法的事 不是賴不賴皮 如果你同意做違法的事 然後被抓到 然後你說我不賴皮 這個就有一點邏輯上 會不會怪怪的 你要選總統 你同意他違法 那這個事情就很奇怪 你現在說不賴皮 其實一直在打違建 我覺得沒有違建的人 去質疑賴清德的違建 我都覺得有道理 家裡有違建 基林地違法出租座 坐停車場 老家有違建 現在農地又違法 作為停車場 公有攬車 停車 我都覺得 現階段 然後還在講別人 賴不賴皮的問題 現在最大的問題 是違法的問題 所以 我覺得柯文哲 你就不用閃來閃去了 這就是一個違法 你持有地就是違法 我說 這很奇怪的一件事 看到別人違建就很興奮了 然後都忘了自己違建 看到別人違法 你就很興奮了 都忘了自己也違法 我就覺得這個解釋 我不曉得社會上能不能接受 我唯一質疑的一件事就是 你有沒有同意出租當停車場 你有沒有認同出租賺錢 違法賺錢 我覺得這才是我要問你的重點 不是問你後面怎麼處理 你被抓到當然要處理 這還用說嗎 你不處理 法律上面 新竹市政府如果認定 那也是要處理 不是你要不要處理的問題 是你有沒有去同意違法的事情 我覺得這才是我要問的重點 佩芬你怎麼看這件事情呢 柯文哲超喜歡打你們賴父違建 結果自己咧 對啊你看它這個700坪的農地 它其實很早就有了 這是2015年的新聞 它那個時候就已經說 新竹有700坪的農地 大概剛才大家在螢幕上 也都看到這農地長什麼樣子 再給大家看 真的是很大 可以停這麼多輛遊覽車的農地 它的財產申報上 它也很誠實 它不像馬文君一樣 就是改掉一個字 它有列 它是有列的 新竹市的隆恩段 但是大家有沒有注意 它也寫一個特定區域農牧用地 大家應該很好奇 這個什麼是特定區域農牧用地 包括說它這個1320號 這一整片真的是很大片 這個特定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再看一下 特定農業區跟一般農業區 有什麼差異 就是特定 意思是說它的限制比較多 它可以有10種用途 包括說農作使用 農社 農業設施 畜牧設施 養殖設施 水源保護 水土保持設施 採取土石 林業使用 休閒農業設施 公用事業設施 我把它10個都唸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看來看去 它限制很多 但看來看去 好像我剛才唸的10個 這個既不是農社 也不是農用 也不是畜牧 也不是養殖設施 這就是遊覽車 這就是遊覽車 那請問一下 明明你申報的時候 你也知道這是特定的區域的 區域特定的農業用地 你怎麼這個時候變成上面 全部都是遊覽車 遊覽車可不在剛才列舉的10個之內 柯文哲其實就是一句諺語 就是說你在刮別人鬍子之前 記得先照照鏡子 刮一下自己的鬍子 其實柯文哲他前幾天 12月8號 才開始提他的農業政策 他說什麼 他要守護農地 智慧農業 再創農村新生命 原來是這樣 看懂了 是這樣子來守護 就是把農地上面鋪滿了水泥地 然後讓遊覽車 遊覽車可能算是他所謂的智慧 智慧的遊覽車開進去之後 農地就是再創了新生命 原來這個新潔守護農地 他的農業政策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他其實每天在那裡檢討 賴清德所謂的違建 但是他自己這麼大的一塊農地 到底是怎麼回事 柯文哲難道不應該說清楚 講明白嗎 好 我們先進一項廣告 稍請仁俊哥幫我們補充 大家都說要講別人之前要先看看自己 柯文哲現在是打藍又打綠 就沒想到被抓到說 自己家的所謂的這農業用地 竟然拿來當停車場 我們先來聽一下柯文哲 怎麼批評賴清德的 北流北義大巨蛋 我先聲明 這是你們國民黨留給我的爛攤子 不可以把政治鬥爭 赤柔柔的執行 然後讓市民去受害 這個應該全部老百姓要認清民進黨的嘴臉 我現在馬上上Google Map 去賴清德 去老家 我就看到那個寫賴皮了 那中廣董事長什麼時候吃掉 難道是非對錯你不知道嗎 想問一下仁俊哥 之前賴清德的違建 讓柯文哲好像撿到槍 還算說大家都去Google查一查 可以找到賴皮療 結果今天被爆出來 他自己也有一個所謂違規使用 農木用地拿來停遊覽車 那新竹會不會也多一個Google Map熱點 不知道會不會變柯皮廠之類的 不太知道 不過因為這件事情 大概第一個 就是說柯文哲看來 在財產申報裡面 都有申報這塊地 所以你說他一開始 剛剛就講到說是因為爸爸或什麼 這我也大概理解 但重點就在你都有申報 按照以前質疑 過去幾個什麼爸爸年輕有個夢 廖先祥 張志倫 對 很多集都會講說是長輩 我也理解 因為長輩基本上都照顧兒女 這塊我倒不懷疑 但是因為你把這個地 都有拿去做申報的時候 你很難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這個過去大家質疑 包含黃國昌或者他在講說 你大概都撒到北部 像他們罵賴清德 批評賴清德 也說你都講爸爸怎樣 你還哽咽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一碼歸碼 第一個 既然柯文哲長期以來 都有在做這個財產申報的登記 都有這塊地 你很難去擺脫 那至於說是不是什麼幾個醫生 這個五個醫生 四個醫生在家 不管是柯爸或柯媽下來買 那共同持份 你現在看他申報裡面 就是二十四分之五 對 所以這一塊就回到了 剛剛易富哥所講的 那個最基本的邏輯 那即使是你說爸爸什麼出錢買 或是什麼樣 因為他其實老實講 柯文哲人家講我沒有很懂 說什麼四個醫生來找他 最後也是柯爸爸 跟爸爸有什麼關係 就是柯文哲你要你就一起買 還是你不要叫爸爸出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又登記在你的名字 那如果是爸爸出錢買 登記在你的名字有沒有贈語 我也不知道 這裡面他其實有很多法令上的問題 好 那我就會回來這件事情看 我知道柯文哲那個講法 他的意思是說 現在有五個人共同持份這一塊地 那有一個人去簽了這一個合約 就是願意去租 就是要租給人家 那其他人看起來一定都同意 不然這個代表 你講的代表的意思就是 我代表其他幾個人 我只是一個出面 那我知道現在有媒體在查 就是說那到底這個代表人是誰 對 因為五個人裡面一定有一個人 一個代表 那可能對柯文哲來講 現在會有點尷尬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現在不管那個代表人是誰 你是不是也要再取得 另外四個人的同意 就比如說我現在基於有打合約 有租院 我本來租給Grace 結果我們五個人 大家五個人同意住他 我也不能說我單方面 就說Grace 不好意思 我沒了 我台要租 旁邊幾個願不願意 有沒有委託書 對 那都是問題 對 就是很失誤 一夫哥立刻又戳到一個盲點對不對 那也不是你隨便 我想要個人回約就怎樣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到目前為止 其實是無能為力解決這個問題 他請什麼 因為如果有能力解決 按照柯文哲剛剛那個講法說 我就有就面對 如果有能力 我相信他應該直接就處理掉 對 我會講實話 你就會把柯文哲櫃起來 對不對 那個柯文哲的暗頭 卡住 車還會塞走 這個也很容易處理 那結果沒有 因為我講很容易處理 是因為前面有太多例子 有太多 有什麼國有定 然後什麼的 然後把它弄成停車長 然後拆棚子之類 太多了 你有很多先賢先烈 學長學姐們會教你 就是會教你 沒有這已經選戰考古題了 怎麼還會錯 今年必備題 違建遇到怎麼辦 選擇一 用藍白布包起來 選擇二 拆頂頭 選擇三 對不對 退租金 哭泣 對 你很會講別的 你有沒有找一下 國民黨那幾個有問題 照拆 直接拆不落後 所以我就講說 現在對於柯文哲來講 當然他試圖把他引導 就是說告訴大家 講說那個跟長 其實老實講 跟長輩有什麼關係 對啊 就你內部怎麼去買到那塊地 是家裡的問題 那大家實質看 就是說第一個 你既然這麼多年財產申報 都有申報這塊地的持有 而且你的持分就是二十四分之五 那就代表你很難擺脫這個 第二個 如果你今天有這個租金的收益 有沒有收到你的身上 或有沒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柯爸 是不是柯媽 我不知道 因為是柯文哲把自己的爸爸媽媽 拿出來講 因為大家就只是想問柯文哲 他自己把長輩拿出來 對啊沒有人問他歷史淵遠 對對對 你現在把柯媽媽 也沒有問題 因為他是家裡面 我們真的不希望說 為了選舉選到家庭失和 所以他就是真的好好可以處理 其實是沒有問題 那我現在講就是說 如果他今天這個是 確實是有打租約 按照柯文哲的講是有 有一個代表人 代表大家去做這些 那你收了多久的錢 這個錢你有沒有分到 你很難講不知情 我只講的話 講得很難講不知情 那如果有分到 不管是哪一個人分到 你有沒有按照合理的繳稅 就是你有沒有去繳這個 申報所得 我看起來我認為可能沒有 不然柯文哲不會那樣講說 那就查嘛 該怎麼樣 我們該補就補嘛 那是不是能補我也不知道 因為你那個本來就是 不應該有的所得 所以我覺得對於 柯文哲現在來講 我剛剛看到有人會講說 回力標來得又快又急 直接就打回來了什麼 就是你會發現 長輩也都要抬出來了 爸爸媽媽愛小孩什麼之類的 那我不把他傾向變成說 當時買地是為了炒地 我不就這個連結跟聯想 但實質的問題就是 柯文哲剛剛講了一句 知道了我就處理 那現在你已經知道了 你要用多快的時間處理 如果你還要說 我要再去問清楚 還要在幹嘛的時候 會不會又回到了 那又拖到選舉之後 那你前面批評的那一些 會不會大家現在同樣的眼光 就一樣質疑你 好 確實之前柯文哲 對於賴清德的違建 是完全用字是非常狠 那現在這回力標打到自己了 想問一下姚老師 柯文哲現在在民調上面 基本上已經是有點 殘弱的狀況了 結果現在又出現說 哇 原來他自己也有所謂的 把農業用地拿來當所謂的 停車場的問題 那我要問你是 目前最新的選情戰況 包括網路溫度計 盪選率 包括賴消配是36.9% 侯康是33.6% 最後是柯營配的29.5% 美麗寮電子報可以看到說 藍綠還是在上面 有點是糾纏的狀況 綠是35% 藍是31.7% 柯文哲是18.2% 另外包括聯合報 今天最新的民調顯示 藍綠竟然打平了 都是31 柯文哲是21% 不過想問一下姚老師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民調的排名 大概都是賴消第一 侯康第二 柯營第三 但是民眾黨 自己丟出了一份內參民調 哇 他們自己的內參民調 他們是第二名 不是第三名喔 老師怎麼看 目前選戰倒數25天 最新戰況 我先說一下 那個內參民調的概念 每個人選舉都會自己做民調 這叫內參 可是為什麼會去公佈內參 我就好奇了 因為那個名字就叫內參 內參 內參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如果幫助候選人選舉 我自己要了解一些特別的問題 所以我可能除了這些什麼支持度了 我也有一些特別的想了解我怎麼幫助我的候選人 在各位來了30天來選舉 然後哪裡比較有罩門 哪裡是我們現在被人家所忽略的等等等等的 所以我內參主要的目的在內參不是對外啊 那叫外參嘛 外參的意思是說拿來鼓舞士氣 拿來現在來說嘴 這個內參民調沒有意義了 那個內參民調根本沒有 因為外參的民調三五種天天 每個禮拜都會有一兩種兩三種出來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公佈內參民調 是不是真的是為了要壯膽 或者是為了什麼 我這點要問 兩個陣營都有把內參拿出來 那個朱立羅好像也拿了什麼內參民調 他說已經超越你們0.8% 所以這點我就不去評論 我就拿第三者的民調好了 都不是政黨 所以我也不會拿我們的民調出來 那美利島的民調是每兩天 原來每三天就做一次 那個趨勢很清楚 你現在在這個鏡頭上打出來的 大概差個三點多趴 那今天稍微有點持平 就最近這四天五天大概有點持平 那接下來還有二十幾天 我先說一個數字讓大家參考 也讓觀眾朋友們知道我們怎麼看民調 第一個 現在的民調的表態濾金 在我來看有點太高了 這個太高的意思 我並不是說不該 他要表態 他或者他巨大的人很少 或者他這個 這有可能的 那有很多原因我慢慢講 因為他現在表態已經到了85%了 85% 各位都知道投票大概只有大概70到75 能到75很了不起 幾乎不太可能 那70% 那就換句話說表態的人比真正投票的差了10%到15% 那非常大的 上百萬人 那這群人 那對我們來講 當然我們就 我的角度很簡單 那我的支持者就一定要來投票 如果表態率這麼高 有一批人是不投票 那就有危機感 就說表態率已經這麼高 那有關我們支持者的表態 我一定要催到他們 就是已經表態支持我 如果他不出來投票 那不就跟第二名就靠近了嗎 所以這一點就表示我們未來的重點 催票顧票拉票這個方向大概不會變 這是第一點我要跟他說 第二個就是表態率跟投票率 因為過去其實你如果看美利島大概三個月或者半年以前的民調大概都是70幾的表態率 為什麼會這麼高 這個第二點我要稍微說明一下啊 為什麼會 第一個當然越靠近選舉 那他清楚自己願意支持對象越多 這一點是正常的啊 這正常的 那可是他會不會因為最後的時間 因為這現在的時間跟投票前一個禮拜又不會相同 又跟過去三個月六個月又不會相同 我現在講是對比六個月 他可能當時不表態多了十八嘛多了十五八嘛 那可是他為什麼現在表態 因為他這一段時間發生的事情 他越來越願意說啊我支持柯文哲 我願意支持啊 或者我也支持啊賴清德等等 所以這一塊到到選舉這一塊 他會不會改變 這是第二個要注意的 在我來看 只要看柯文哲的民調 大概就比較容易分析 這些人到底出現在哪裡 第一柯文哲的民調幾乎沒有再往二十靠近了 十八大概就是到頂了 十八點多啦 大概十六點多 十七點十八點多 就是從那一次的凱越 現在不叫凱越叫軍越飯店 軍越飯店以後他大概最高就現在這個數字 嗯啊大概軍越飯店這個一路向搭搭搭搭搭搭 大概一直維持甚至有更低 可他現在回到十八 對 所以大概十八二十 我甚至於不會懷疑他可能有二十的潛力啊 可是回到二十是大概是只是未來的最高幅度了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結論就是不會再有什麼氣保到綠到藍的 哦 對不對 因為他只剩下一趴兩趴他再再氣再保 他也不會多少了嘛 因為他除非他今天掉到 就算他掉了十五也不會就三趴移動 也不會就一趴兩趴的往往往往 往第一名第二名灌也也相差有限 所以他上下幅度不大的可能性既然沒有 那那兩位的幅度的變化就是他們兩個自己的變化 就跟第三者無關 所以我就認為氣保未來的空間有限 甚至於 我再講第二點 甚至於投票前 有的人講說 哦投票不一定 那投票啊 很多人在投票前兩天 或者當場就覺得我現在不要投第三名 又沒意思 他當選不了 那種氣票會不會有 這一點就要看另外別的數字了 我自己做過沒 那個也是我自己那三名的 所以我不講內容 可是我就對照別人所做的那個政黨支持度 是 應該最清楚 政黨支持度應該原本就是現在各 各候選人的基本盤 啊 國民黨有23232325%的政黨支持度 所以他的候選人可能增加一點年輕票啊 中間票 他現在有30 賴清德大概也是如此啊 加上他綠營的這個支持者 然後柯的政黨支持度現在也差不多就這個樣子 大概15到18啊 大概到現在已經沒有民眾黨20%了 所以他自己內部評估他的部分區也沒有以前曾經有過政黨 做二幾二三那個二五那麼高說可以拿到10席 他大概也保守估計大概八席或者甚至於在上下一席這樣子 所以從政黨支持度也可以證實棄保即便在選前一刻最可能棄保的狀況 譬如說上次選舉宋仙人 宋仙人在上一次的選舉 是嚴薩喀都 韓國瑜跟蔡英文剩下宋主席 那宋主席在最後的民調都還可以維持靠近10% 可出來就當場折半只剩下5% 哦那5%移動很很很大 可是5%最後對結果影響不大 可是現在如果科他的政黨制度配合他現在的穩定的上下 最後一刻就算有少數的移動應該也不影響第一第二 所以最後的結論就是藍綠現在當然都要顧票 看這個民調上來看 那當然就剩下就是組織戰為主 然後一定要把支持者催出來 那這一次要用什麼方法之外 那當然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OK好老師剛好強調說現在藍綠除了基本盤回歸之外 當然在投票那天一定要把投票率給衝高 這樣子才有機會來獲勝 不過現在我來問一下Grace 先帶你看一個片段是民眾黨丟出了所謂的內參民調 而且他們是非常有自信的 一起來聽一下 我要做一個計畫 我要在這個選前最後一個月 把各家的民調都做出來 然後在選後的時候再拿出來一個一個對 我們絕對不要讓這些人 民調做完都不用負責任 我們要建立一個叫負責任的民調的這種社會 從現在開始 任何這個機構要發布民調 我們一定要把它紀錄下來 你換信好了 我選後一定會拿出來公布 那時候就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想問一下Grace你看 剛剛柯文哲很開心 說你看我把民調偷偷弄出來 到時候我就知道誰沒穿褲子 那大家就要來看 民眾黨現在丟的內參民調 跟最後的結果 會有差嗎 還是真的如他們內參民調所言 包括他們內參民調 是世話手機合併之後還要再加權 加權之後賴清德他們是31.5 第一名 再來第二名是柯銀配是27.2 那國民黨是老三 好這25.8 那他們有強調是 一內政部最新人口統計資訊 進行戶籍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採多重反覆加權以符合母體結構 哇很多人就說 手機讓你佔比還要加權 而且加權出加權 加下去只有柯是往上 其他人通通往下掉 你怎麼看 我覺得柯文哲的嗆聲 它是有底氣的 原因為什麼呢 就像是我就跟乃余賭 選完之後我跟你講 我的這個 喜歡我的粉絲一定比你多 如果沒有的話我把我的粉磚關掉 你知道為什麼我敢賭這個 因為我沒有開粉磚 所以沒穿褲子的人就敢跟人家賭說 誰沒穿褲子 對不對 這一樣的道理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我認為柯文哲講這句話 真的是害到了求真民調 我必須講 如果擔任政治顧問的人都很清楚 內參民調裡面也包含著什麼呢 其實雙方都會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保密 也就是說連我們這些顧問 拿到這些內參民調 都不能夠拿出去 給任何人的記者去參考等等 所以大概都不會把內參民調實際的數字 暴露出去給別人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講這句話 對於求真民調是非常的不公平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也常常拿到民眾黨內部的 這個內參民調 上面都寫著是寫民眾黨內參 我跟你講求真民調確實都有寫是民眾黨內參 在他的標題上面 所以這是首次以來 我第一次看到所謂的政治人物 可以直接把內參民調給外部化 而且是選擇性的 那為什麼會有 因為他們也普遍的發給記者 想要去證明自己的民調 一直維持是老二 而這樣的手法我覺得很特別 首先我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大家就覺得 柯文哲剛剛講的是不是一個笑話 原因是什麼呢 第一個 之前在高雄補選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記得在投票前 或者是之前的民調出來 都號稱什麼 說 我們已經進入了這個黃金交叉 會 就出來 開出來多少你知道嗎 4% 所以4%這個魔咒就開始了你知道嗎 一直至今都還沒解開 接下來大家如果有印象 黃三三出來的民調 在選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一直告訴大家說 的那種他製造一種感覺 簡直就像是陳時中 都看不到黃三三的車尾燈了 對不對 第二名一直在往第一名開始追逐 而且可能會超過 結果你知道一開票出來 黃三三在哪裡 黃三三就剛好巴在 對不對 陳時中的車屁股的後面 還要在後面不知道第幾台 所以說柯文哲談民調 就像是柯文哲講笑話一樣有趣 這為什麼 因為他急了 我必須講 在這兩三個禮拜之前 許甫也說了他的內參民調說 民眾黨這個柯文哲他的支持度 是29%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那個時候他很懸喔 他說2925 我們是29這個數字 OK 好 接下來你會發現 不久又說了他們的民調是25 又是老二 現在又說他們27 又是老二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的戰術是什麼 現在大家要知道 空戰有艾莉莎莎 艾莉莎莎就像是柯文哲的 最後一塊服務 對不對 流量衝高了 結果大家都看到 台南跟桃園場爆人數出來 所有人都在等 今天各大民調公布出來 柯文哲會不會都往上衝 結果大家看數字 你會發現很特別 所有的民調都告訴大家 柯文哲都維持在20%以下 所以柯文哲趕快又把內參民調 拿出來告訴大家說 沒有 我們現在還是老二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現在是幹嘛 他現在是很擔心自己被棄保 所以他的所有的戰術都在防棄保 因為 另外 我要告訴各位 其實網路的戰爭大家都很清楚 而且也都很急 如果柯文哲不急 或者是柯文不急 或者是他們的戰國雄風 如果不急 不會出現這個狀況 我舉例來講 大家知道最近在抖音 出現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什麼 把2020返鄉投票 所有的網紅 你們想到所有知名的網紅的影片 全部在上面壓 2024 1月13號 唯一支持 唯一選擇 對不對 他們就 他們就用這個影片 想要趁著這個 所謂的抖音等等 去打說這些網紅都支持柯文哲 那我現在就問 怎麼這麼剛好 艾莉莎莎戰空軍的時候 剛好接著就推出 這樣子的 所謂的 盜版跟濫用影片 當然柯文哲說 這個不是我們做的 你們應該要跟做的人去講 所以我認為這是什麼 這代表其實柯團隊 是非常的慌張 非常的緊張 好我想要認問博弈議員 你以為你們現在已經 藍綠對決了嗎 還沒有 你看內餐民調 民眾黨內餐民調 告訴你們 你們一直都是老三 老三便當從頭吃到尾 你們現在是太有自信了 但你來聽一段 27.2 31.5 25.8 我們再努力一點 我們就會衝到第一名 台灣民眾黨 在衝這件事情的時候 展現出來的格局 跟工作的效率 就是讓你們看不到車尾 我跟你講喔 這場選舉懸亂以後 我們就變第一勢力了 好好好有這個信心是對的 我們一定要把台灣贏回來 博弈議員 你剛剛為什麼一直笑呢 你到現在還在笑喔 你是替他太開心了嗎 不過我除了這個 除了他內餐之外 我要再問你一個問題 趙少康說 你們現在逆轉的關鍵 叫做韓國瑜啦 他覺得韓國瑜 還有辦法從柯文哲那邊 再挖一些票 因為他到現在看不出來 韓國瑜有任何動作 可能要最後再出點力氣 蛤 韓國瑜沒有任何動作嗎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一直在笑 就是他說要讓其他人 看不到民眾黨的車尾燈 當然看不到 我們在你前面很遠好不好 我怎麼看得到你車尾燈 你在後面好不好大哥 你在後面的族群 不是我們前面領先族群 我看什麼你車尾燈 你搞錯了 我看那麼多好多 不是太扯了是不是 我當然看不到啊 看得到才奇怪了 是有可能看得到 因為領先你一圈 才有機會看得到 好不好 我本來看不到你們 是正常的好不好 不要講這些話 我真的受不了 再第二個 大家都說這個海水退了 才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對 我只是建議客人就是這樣 你多穿幾條吧 就被脫了是不是 我怕不好看啊 不只是求證民調 還有另外一家也是常常 你們大家有沒有御用的 大家都知道也是兩個字的 這些民調公司 我老講我沒有說 他的民調是對是錯 是真是假 我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的 跟一般我們目前所看到的 差距真的是非常大嘛 為什麼會差距這麼大 只有你們是清醒的 大家都是喝醉嗎 我相信 如果你們要這樣安慰自己 我真的沒有意見 可是問題 最後的結果 如果真的不如預期 柯文的市長 真的拜託你好不好 把所有民調拿出來檢查一下 如果求證有問題 或者是你們御用的家有問題 麻煩嚴格的批評指證一下 所以你也支持 應該全部拿來檢視 沒錯 我當然覺得應該啊 因為我真的認為民調 不要拿來淪為選舉的文宣 這絕對是不道德的 但現在如果民調這麼多 大家都認為 如果只是做參考 我覺得OK 但是特別離譜的民調 麻煩柯市長秉持著現在講的話 記住他講過什麼 選完之後 把那些離譜 差距最大的民調 出來嚴重批評一下 我會給柯文哲市長一個鼓勵 沒有 選完他就翻頁了 沒錯 我最怕選完他就沒事 選完講別的東西了 這時候就還叫難看 柯文哲市長真的不要 很多東西可以翻頁 但是你講過的話 請你記得清楚 再來你說對國民黨而言 現在藍綠 對不起 我對你太兇了 我抱歉 對不起 我們跟民眾黨好朋友 對 不是寶寶 不是寶寶 是不是 愛護寶寶 我們愛護寶寶 這個民眾黨不管如何 你剛剛都已經講完了 我講是民眾黨 你跟你不一樣了 寶寶已經不會原諒你了 你不要再說了 絕對不是 你是民眾黨的唯一的 出於你也不然的人 好 堅持地走下去 好 堅持地走下去 太晚了 真的 真的太晚了 這個比較假一點 對 抱歉 好 我要問你的 這個也太明顯 這個也太明顯 趙少康說你們現在如果要票的話 他要從柯文哲那邊再挖一些票 要靠韓國瑜 說韓國瑜現在都沒有動作 是這樣嗎 我不曉得韓市長有什麼動作 但是接下來 我認為國民黨碰到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目前好像卡在天花板 對 幾乎都是在32 就差那34%上不去 對 就是上不去 就是30出頭31 32 上不去 所以你接下來 我認為除了韓國瑜市長 要看能不能夠把柯粉 之前的韓粉拉回來之外 你說郭董要不要去聯繫 對 我認為一定需要 如果各地方不管是縣市首長 還是立委小姬是議員 是否要更努力把握我們的支持者 再重新摳出來 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民調是看數字大家很高興 但是最後的投票率 才是最後最真實的東西 在最後我能不能夠把我死中的支持者 希望他們不管天氣好壞 不管心情高低 都願意把票投出來 這是我們接下來要做的 而國民黨現在我認為 你說打民眾黨攻擊科學者市長 我個人覺得國民黨不會做這個事情 也不需要 其實剛剛看那個民調 我們以民調做民調來看一下 還記得 民進黨跟國民黨最靠近的那一次 是柯文哲最低的那一次 是柯文哲最高的那一次 當民進黨贏國民黨最多的那一次 是柯文哲最低的那一次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柯文哲的民調 我認為20%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坎 當他在20%的時候 國民兩黨幾乎在誤差範圍之內 表示大家都藍綠歸對了 要拼實力 但是當柯文哲崩盤的時候 那些票好像沒有如國民黨預期的 回到藍營去 反而是跑到綠營那邊去了 所以我才講 不要說我們國民黨一直在攻擊民眾黨 我們真的沒有 你們罵我們罵成這樣子 他們不是已經攻擊完了嗎 真的嗎 但是沒有 我是講 該分析要分析嘛 但是我們要講一實話 我們國民黨真的不會主動去挑釁民眾黨 或者是主動挑釁柯文哲 我們只希望民眾黨能夠 他們講任何東西我們都尊重 但是不要一直不停地 用抹黑抹紅的方式 或者講一些 兩億美金到現在講清楚沒有 沒有清楚嘛 柯文哲市長說給我們100億 我們讓他選證的 到底是誰說的不知道 包括連朱利元主席1.8頁當產的問題 你告訴我到現在 有講到哪裡了嗎 你完全沒有下文耶 當民眾黨拋出個議題完之後 就沒有去追蹤他了 他自己就翻頁了 對他就翻下一頁了 這種東西要搞得我們國民黨必須要來擦屁股 或者是來解釋很多 我們沒有這麼多的時間 要知道國民黨現在的目標是怎麼樣 把民進黨擊倒 怎麼樣擊敗賴清德 我們希望柯文哲市長 你可以走你自己的路 你可以甚至來協助我們都沒有關係 但市長你講出來的話 是要實在 而且是要負責任的 而不是什麼東西拿出來之後 就當作沒事 你的民調現在拿出來了 我們只為一個要求 選後拜託 好好檢驗一下 如果真的差距太大 也請你麻煩你 拿出你們的態度跟高度來 譴責你們的民調 代表你們之前 都是用你們的民調來欺騙你們自己的選民 用那些民調老講 其他人看 覺得都是笑話 我想說都是笑話 我一認真會看待你們民調的 只有你們的支持者而已 結果沒有想到到最後 是你們自己欺騙了你們的支持者 該怎麼去交代 該怎麼樣來解決 我論民眾黨 柯文哲必須有一個態度 好 寶寶 It's your time 趕快跑回來 沒有 你看剛剛從博弈的言談之間 就可以理解我剛剛說的黑白臉 他自己一個人就可以搬黑白臉 有多厲害 他說不打你 但是又一直打你 對啊 一個人 你都不會精神錯亂嗎 黑白狼君 有一點 有一點 民眾黨把我們國民黨搞到 也很精神錯亂 不用那麼累 不用那麼累 先講 我覺得當然就是任何的民調 但等選後 我覺得都可以一起來做一個評比 就是說到底跟選前 他是準確性如何 我覺得都可以拿來看 包含我們的內參民調求生民調 我覺得當然贊成 以後就一起拿出來看 為什麼大家一直想說 你們民眾的內參 幹嘛一直拿出來講 我必須說我們至少是有 這麼多頁我們的 全部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國民黨 只拋了一句話 已經贏過賴銷0.8% 你問他 請問你的數據資料在哪裡 沒有公開 沒有數據資料 就一句話 請問到底是誰 才在把這個東西文宣化 你們連資料都沒有好意思 拿出來說嘴 我先講不通點 國民黨講出來 只是說我們現在狀況如何 我們沒有告訴你 我們追上誰 衝過去 我們也是說 你們就是說你們是第一 我們也說你們不能說 剛剛認為不該拿出來的 不是我是隔壁的姚老師 不是我 你不要在那邊推脫 我認為民眾黨 想拿出來任何的民調 我都沒有意見 因為那是你們做的 我也沒有說它是真是假 我只希望之後 來檢討的時候 你們記得你們講過的話 剛剛已經影射很久了 沒有 我覺得你們講 你剛剛已經影射很久 民調相當對你們的資料 很有影射 它是名獎 我哪有 是不是 你看 我哪有 藝術說都看錯了 有嗎 老師你怎麼 你也對不起我 我聽得很清楚 我聽得很清楚 因為其實民眾黨的資源有限 當我們自己做了民調之後 我們就覺得 反正我們就覺得它是真的 那我們就把它拿出來 然後分享這個資訊給大家 當然大家要相信或不相信 我覺得這個就是看個人 那還必須說 像今天出來 包含在聯合報跟正傳媒 在柯P這邊的這個民調 都還是有在兩層 甚至兩層出頭的 它其實並不是說 都像美麗島電子報一樣 都是在兩層以下 那當然美麗島電子報 因為它可能是這個 全市化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可能也會去影響到 因為柯P他畢竟 在長輩的這個支持度 的確相對於另外兩組 是比較弱勢一點 所以我覺得可能在全市化 它就會比較明顯 看起來會比較低一點 但我必須稍微補充一個 這也是之前這個 謝榮介所說過的 他曾經有分享過 他說當時去年 他在選台南市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麗島電子報 給他做了15% 選前做15% 他最後開票出來是43% 所以他那個時候也覺得 有點想說奇怪 美麗島怎麼會做這樣民調 所以我沒有去特別說 到底哪一個民調 他所做出來的一定會是真 或一定會是假 我覺得這個東西 都是大家可以去看 然後可以去分辨 也可以之後再去做比對 那以我們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當然會希望說 在不分區 我們現在估希望可以8到10席 原因是因為 其實自從藍白沒有合之後 我們的政黨主體性是保住了 所以我們的支持者 就非常的開心 他們就覺得 那我們政黨票當然就是 投給民眾黨 所以這個就比較不用 特別擔心說 會不會不分區的票會掉 甚至像我剛剛所拿出來的 我們的數據 現在三黨的一個 政黨的支持度 其實是我覺得是 已經可以到一個 互相媲美的一個狀況了 很多很多的選民 其實也都希望說 國會的力量是可以 彼此去做一個制衡的 好 那接著我再回來說一下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農地的事情 我是要做一個補充 那當然柯P他的意思就是說 在當時的時候這個 我看他可能也不是很清楚 這個細節 因為我從他這個 早上所回應的感覺就是說 是五個人合買 但是到底相關的一個細節 他當然還要再去看 那包含他說 好 那是不是 如果真的要補腳 那就是新竹市府這邊來調查清楚 我覺得他記得這個說法 其實跟賴清德副總統也蠻類似 因為賴清德副總統也是說 那他家的違建也是看 新北市府來做一個判定 那到底要不要補腳稅 或是要不要拆 那都看新北市府來做一個決定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 有時候 這個民進黨 我是勸民進黨 這一題你也不用特別去打 因為你們現在其實站不住腳 因為你們現在其實自己本身 也陷入了一個違建的爭議 你如果要完全就是按照一照的 一定的一個標準 然後把道德標準來拉高去看待的話 我覺得大家就不要雙標 就一視同仁 真的 我覺得很贊成他這種方法 好 不要雙標 一視同仁 就看這雙方大家怎麼處理 會不會影響最後的選情呢 前景廣告稍後繼續討論 再來我們要看到的是 國民黨現在的困境是什麼 剛剛博弈委員有提到 現在好像來到一個天花板了 最後那3-4%感覺就是撐不上去 尤其侯友宜現在面臨到了一些爭議 好 來看到總統辯論即將要登場 侯友宜大家都說 這個是他比較吃虧的嗎 他說我口才不是最好 但我做事一定最好 但是接下來這件事情 他這樣解釋大家OK嗎 時代力量爆出 侯友宜收受財團政治獻金1100萬 好 當時呢 他王環月就說了 侯友宜兩度參選新北市時 收了養德集團董事長 旗下企業員工的政治獻金 總共1100萬 已經違反了相關的法令了 但是侯友宜就說 一切都是根據所有的合乎法規啊 林俊間就說真好餒 哪有那麼剛好 某公司三位主管各捐10萬塊 旗下的企業高達530萬 2022年更厲害 直接找57位員工 一人捐10萬 還在同一天 哇 這一定是佛心公司 這樣說法大家OK嗎 但是大家關心的是 選總統 大家一定想知道 這個總統能不能照顧我們 能不能讓我們可以有好的生活呢 好 這侯友宜啊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 未來要搶所謂的軍公教票 他直接是說 政府不照顧軍公教 當選一定要修退服法 還要還給軍公教 競銷公平正義 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連改連改 改來改進 改來是後來的這些一輩子奉獻 給國家的軍公教警消 不要讓他老年 無欲擁抗 甚至連退休金 吃一間飯就吃不到 還給這些一輩子奉獻的軍公教警消 一個洞道 這是我最卑微的請求 哇 這個侯友宜說 這是他最卑微的請求 他希望呢 這個年金改革 一定要趕快修退服法 還給軍公教一個公平正義 但是不對啊 就在之前 還在當市長的侯友宜怎麼說的 他說年金制度當然要改 因為政府的財政 終究是難以為繼 奇怪 大家都說 怎麼要到選舉前 大家的那個說法都會不太一樣呢 尤其我想要問一下姚老師 這個在年金改革這部分 會有一個說法 前後就大家覺得不太一樣之外呢 最近有很多的小黃司機 他們上凱道 就說所謂的反祭典等等 很多問講說那個祭典害我那個 駕照被吊銷了 氣到都很不舒服 都快要憂鬱症等等 尤其卓冠廷還說 新北市每年有1000萬公帑 搭計程車的費用 跟問講呢 竟然要收15%的車資 四年就苛扣了600萬 很多人說 你看不到計程車司機的辛苦 你就只看得到軍公教的辛苦 是因為軍公教票比較多嗎 您怎麼看侯友宜一下的困境 就堅在那3 4% 就是上不去 其實 如果你們仔細看他的民調 因為要解說起來很長 我只講一點 他最近靠近我們3 4% 其中有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他在新北市 新北市他從原來輸給賴清德 現在贏賴清德 而且還贏很高 我要這樣說的原因是因為 他在新北市撒喀都裡面 他按照投票率 他現在是表態率80幾 他已經拿了44%了 換句話說他得票率在新北京 要超過50%以上 這跟他在拿地方當時選舉 最高票已經靠近 那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也就是他這一部分 他原來自己的最高地盤 已經快封頂了 所以他現在越來越 往我們這裡靠近的原因 背景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現在的問題 他就認為說 他還應該要去鞏固 他也是一樣 要去鞏固他幾個基本盤 其中有一個就是軍公教人員 這個當然是長期 藍軍認為自己的基本盤 可是他忘記了一點 他忘記了一點 軍公教的年金改革 那個是 對於整個的退休制度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變革 當時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 有些年金取得者 他拿了 他因為年資的關係 可以他在退休的時候 比原來任職的時候 他可能百分之百 甚至有百分之一百一的 一百零五還要高的 然後百分之九十的 然後如果再這樣子發展下去 他的那個國家財政負擔 是根本過不了關的 然後最後什麼結果呢 也是軍公教人員吃苦 因為他最終年級是 年輕的公務人員 繳出來的錢 再付上一輩公務人員 退休的錢 你就會知道這個 這個事情是不能長期存在的 然後再加上 農民 勞工 盯著眼睛在看 為什麼只有他們 有這麼好的待遇啊 只有做公務員 可以國家保障 然後其他人的工作 都不能到這種保障嗎 自己做勞工的 不是替國家做事 那國家就照顧少一點 可以這樣子嗎 所以他有一個 有一個族群不平等的問題 職業不平等的問題 所以當時做了很大廣泛 如果他不斷的在強調 要恢復軍公教 原來的制度 第一大反彈的 就七八百萬勞工 這應該是很可見的 他恐怕要自己思考一下 他是不是得了一部分 卻也失去了一部分 這種任何一個政策的訴求 大概永遠要思考這種問題 所以對於那個什麼交通的問題 我明天早上就有一個座談會 是跟這個有關的 那賴清德 我在記者會也曾經講過 賴清德非常清楚這個問題 當初現在這個法律變成這麼嚴格 是因為數個月前 行人地獄的這一個評價來到我們台灣 那當然因為這個數字高起來了 是比日本高一倍啦等等的 所以要保護行路人的安全 所以就要對於駕駛 這個做更嚴格的處方 可是顯然有兩三個問題 沒有配套考慮進去 第一個 這個你如果要這麼嚴格的執行 你現在的違規紀典 你有很多配套設施要做啊 比如說你紅線的部分是不是太多 黃線的部分是不是不合格 不合理等等太多了嘛 所以你當我只講一點停車啊 那太多紀典的問題啊 所以你如果配套沒有完成 而這個配套跟地方政府有關的 地方政府要去一塊一塊的去檢討 那邊要花一段時間嘛 你雷雷風行現在就幹 地方政府沒有跟上這個配套的進度 那當然會有一段時間忽然可怕起來 你會發現過去半年忽然膨脹了一大堆這個違規紀典 偏偏有一群人 我一天假的開車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上班 用車大概一個小時一個半兩個小時 人家十個小時12個小時在馬路上啊 他的危險率是我的五倍八倍 那當然他他紀典的可能性可能更高啊 更嚴重的是他居然可以寄到一定地步 他會喪失他的工作權 吊銷執照 工作權是什麼概念 工作權是憲法層次 沒有法律明文 或者法律明確是我就大法官講的啊 沒有法律明文沒有法律明確授權 是絕對不能限制或剝奪人民的工作權 這部分當時在就交通談交通時候 沒考慮到這麼嚴重 所以這部分當然也要調整 尤其那個檢舉如果是公家的那個機器 什麼闖紅燈爛那都沒有話講嘛 你開車本來就應該按規矩嘛 可是現在是人民檢舉人民的量 十倍數十倍大於國家的監控 而人民的檢舉呢 就發覺有相當多 也許不節制的濫權的狀況 有一部分啊 當然要加以檢討嘛 說是不是這一部分檢舉的範圍 跟他的合法性 跟他有沒有那個所謂的對照 就是被檢舉人有沒有 反駁的機會 因為他光你照 那我可能有別的理由 比如說我有老人家 在某個醫院門口被照一下 可是我沒有證據顯示 我可以反駁你啊 那這些都是太多問題了啊 那所以我在說這部分賴清德已經宣誓了 他已經了解這個問題 這個因為是從立法院開始的 所以將來行政機關一定會搭配立法院 重新檢討這一個交通的制度 設法讓行人 行路人 駕駛都有合理的交通規範 這是最重要的 好那我想問一下伊福哥 你怎麼看啊 這個侯友宜啊 現在是可能想要軍工叫的票 要通通回歸嗎 現在突然說 最卑微的要求就是 希望來修改退府法 那剛剛這個姚老師也說了 哇你這樣得罪的是700萬 800萬的這個勞工欸等等 那你覺得侯友宜推出這樣的東西 對他是利多嗎 還是幣比較多 我覺得一件事情 他就是在選舉到最後的時候 大家都在做幾件事情 一個叫做鞏固基本盤 一個叫吹票 不管用任何的方式 希望票投出來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工作 接下來才是在考慮你的 氣保的策略 氣保的策略 所以他是一個 你從基本選舉的基本面來看的話 他就是鞏固基本盤 他就是要吹出軍工叫的票 然後其實道理很簡單 那當然我們的退府心智裡面 當然軍工叫裡面有一個條款 是五年檢討 當然這個會不會讓勞工相對剝奪 我覺得也不排除會有這樣的 就是說當大家修得差不多的時候 接近一個大家的平均線以後 如果再把一個人再拉上去 那當然會有一些意見 當然因為你畢竟 勞保最終支付也是政府 你公家機關的軍工叫的最扣支付 也是政府 那大家就必須考慮一件事 財政的支付能力 財政的支付能力 當然在年改裡面 當然改的一個適當的年金制度 是合理的 那當然你可以看得出來 民進黨執政過程當中 他也有一個退府他不敢改 勞工 同時送到了立法院 他也一樣不碰不排不排 因為勞工的問題 又比軍工教來的相對的複雜 涉及到企業什麼 所以他暫時也不敢動 不敢動的原因 當然他就要採取一個平衡度 又不想讓勞工跟企業 處於一個失衡的狀態 所以如果討好軍工教 在財政上面會不會引發大家的疑慮 就是說如果軍工教 拖了太多的國家的財政的話 那其他會不會也會被拖累到 其實這個是有彼此影響效果 所以任何一個政策提出來的時候 你必須在財政上面規劃等等 要有適度性 OK 好 我們先進一項廣告 稍後請任俊哥幫我補充 好 任俊哥 我們剛剛提到 是侯友宜的困境 好像就到了一個天花板上不去 尤其教授剛把陳大學生惹火之後 還沒加碼爆料說 我們找了侯友宜好幾次 侯友宜都不去 讓大家想到說之前侯友宜 在政大的回憶好像不太好 現在都不去了 也有現金的問題 是不是對他來說都不是太好 我覺得因為一開始大家認為說 趙少康可以補足 侯友宜不搶的地方 比如說他跟學生溝通 可能就是 侯友宜一直在回憶警察故事 所以那時候大家覺得說 侯友宜還是少去校園 所以趙少康他就是 自己覺得說他可以補搶 你看他那時候講說 五個學校 他說如果還有時間排八個 排幾個 但現在看起來就算有時間排 只是因為沒有直播 你就把它砍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第一個 對於侯的陣營來講 是不是在跟青年溝通的這一塊 我認為他第一個 必須要再調整 因為你看他最近在打的 都是青年政策 就是我想要對青年有感 所以又要什麼學貸免費 或什麼 結果只因為不能直播 你就不要 這個落差會很大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當然覺得 侯友宜的就是國民黨的陣營 是有一個局限性 這個局限就來自於說 即使趙少康現在進來 韓國瑜進來 那有沒有達到 國民黨認為的得票的水平線 他現在還是認為說 還要再努力 我看到這兩天 甚至還有人在質疑講說 這個什麼韓國瑜 是不是要再大力的摧韓粉 說什麼韓粉都還沒歸隊 我都不太知道 就是已經到這個節骨眼了 為什麼還要再去 找韓國瑜的麻煩 對啊 已經搭完了 那你覺得他們穿短褲有用嗎 他們現在發起 穿短褲運動 那一天其實是 我那天聽說是盧秀燕主動 就是提出這個建議 後來韓國瑜也加碼在臉書 PO了一張他穿短褲 然後講完也PO 這什麼招 對啊 而且他們是講說 要幫忙聊下去 但你那天又沒有在現場 人家又不是叫你現在後來穿這樣 他這樣有票喔 而且那天聽說朱立榮還自己 把牛仔褲剪掉 我想說怎麼有虛虛這樣子 那我覺得當然第一個 對國民黨現在來講 當然希望趕快把他的盤 再繼續收回來 對 那他唯一能夠游離的 我不認為會有 這個在民進黨的那一塊了 他只能夠就是想辦法去挖 挖柯文哲 所以就會出現剛剛博弈 那種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就是他在質疑的時候 我罵你但我不罵你 我罵你但我不罵你 沒有沒有 我大概也可以理解 他罵是針對柯文哲罵 但他不罵是針對寶寶 不罵 結果博弈公司分得很看 這不一樣 對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態度來教導他 對 我懂 你對寶寶是友善的 你對寶寶是友善好不好 但你剛剛提到現金的那一塊 現金那個我真的必須要講 就是說那個看起來就是 有那麼多人 每個人都捐10萬 我才不相信說 對啊 那麼剛好 對啊 大家說萬一拿10萬塊 我就問他薪水多少 那個大概就是OA 人頭 看起來應該是個OA 57個人每個人都10萬 都是個人能捐獻的最高上限 57個10萬 加起來就是570萬 一個公司能夠合法捐獻的 我如果沒有記錯 給個人應該是100萬吧 給政黨是300萬 這個選舉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所以這種就是用規避的方式 然後來得到這個政經驗 你說有沒有違法 老實講就是個人 但是觀感吧 好 我們先進廣告 稍後繼續補充 柏英元想問一下 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們國民黨現在 確實也遇到了一個 天花板的問題了 但你看喔 侯友宜現在又面臨到了 這個現金的問題 他一句話 合乎法規 感覺大家不買單啊 老實講這個沒有法律的問題 但是有沒有觀感的問題 我覺得不好說 因為畢竟 每個人就10萬上限 但是這麼多人 捐給侯友宜市長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問題 我覺得 這就是民眾的感覺啦 這個部分當然你說 國民黨需不需要來解釋 我覺得這也沒什麼好解釋 反正這就是過程 對 之前的往事嘛 我覺得反正是 接下來往後看啦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 韓國瑜先生講過 選舉就是票多的贏 票少的輸 這個非常重要 大家已經公開的秘密了 這是公開的秘密 我這個是最大的秘密 最大的秘密 好 我現在再重複 再跟大家講一次這個 最大的秘密 八個字 所以票多的贏 票少的輸 對 但也就是說選舉最重要 就是得票的多寡嘛 得票有兩個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叫顧票 第二個叫衝票 現在我覺得 國民黨跟民進黨 包括民眾黨 我覺得現在都在做 顧票的動作 就是我基本上 一定得推出來啦 不管是你說 意識形態也罷 或是柯文哲 耶穌會也罷 講信仰也都OK啦 大家都一直在做 顧票的動作 但是衝票的動作 目前感覺各政黨做的狀況 好像都不是特別好 所以這個部分 我當然要回饋到 我們國民黨自己來 我們現在顧票 當然你說不管九二共識 好不好啦 兩岸的關係如何 但是在對於年輕人 中間族群這個方面上 國民黨現在的確是偏弱的 所以才會有 不管是趙教康先生 還是我們很多黨部 希望能夠 有更多的校園的活動 來做這個合作跟推廣 那這一次成大事情 還是回到我之前講的 我覺得的確是 稍微可惜了一點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但這個機會結果 卻沒有達到 它應該要有的結果 反而是被很多人 見縫插針 來覺得 你這得罪學生的 你是不是不敢來 我覺得這事情 沒有處理很棒啦 那接下來還有二十多天 二十五天的時間 能夠辦的活動 我覺得盡量去辦 能夠跟年輕人接觸活動 盡量去接觸 包括穿短褲 我覺得非常棒啊 那你會穿啊 我 算了還是不要 會冷 我怕冷啊 你這樣不團結不可以 上場就穿好不好 不要團結 上場就穿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不要團結